那你拿的照片干嘛 谁的照片 我拿的照片就是你的 你拿我照片干嘛 我就给你媳妇那个表妹 我给她 交给我那个孙女 是吧 我也是唯一的一个记忆人 又是你这个 我就把这个照大以后 别忘了你这个爸爸 我也是很小的 这四五年我没见他 我也很小 我用我的死 我说 所以 陶剑你离完婚之后 就跟女儿再也没有见过了吗 为什么呢 你不能去探视吗 去开始的时候 也是去找过 找过然后那个 她也不在家 去丈母娘家也去过几次 都被她打骂出来了 后来如果她去的话 她也不在家 你们是离婚的时候 女儿是判给妈妈了 对 她是那个带跑的 她现在女儿在哪不知道 对 那你也没有给女儿支付过 抚养费 她走的时候 把我的所有的那个 我也是费的 她是有什么 我都没有死 我还是有什么 对 我都没有给她 我都没有给你 对 我都没有给你 那是 有什么 我都没有给你 我都没有给你 你 我都没有给你 我都没有给你 感谢观看 当了演员之后 陶剑把自己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演戏上 这期间 陶阿姨想顾问陶剑 再介绍女朋友的相亲 可都被陶剑拒约了 那陶剑不能自己找吗 为什么非得家里介绍呢 他都这么大的人了 我大姐不愿意要在外边走 要必须 他通过这一关是吗 嗯 二年两年之前 我跟他做了一个很好 跟那个干计划生育的 很漂亮有些好 他见了面 不搭理了一点 那都是你们自己的想法 你们就是为了你们的演练 我自己最起码 我做我喜欢的事情 做我喜欢的婚姻 这样 这个当老的 这个当老的 谁不跟着喊完儿子 找个媳妇一家庭高兴 你找了自己家庭 我高兴吧 嗯 教授也在外边看下高兴吧 那阿姨到底是您高兴重要 还是儿子高兴重要 不管他 他是什么 他就是怕邻居说 你看你儿子离婚这么多年了 也不找对象 他就是这样 包括我爸也是那种心事 他们都抱着这种想法 他不管你 就说你结了会麻烦 就是有个孩子 吃个百事 然后不管你过得幸福不幸福 你就这样过去 就是依赖顺受的 去按他们这个轨迹 去完成你的使命了 就是一种任务 妈妈除了一手操办你的婚姻之外 还有没有在其他的事情上掌控你 好多 譬如说 我上学什么都是她 都是她的事 我第一年考了一个 那个东亚大学嘛 东北的 然后她嫌远 死活不让去 然后我就偷偷的 我就在家里 捡瓶子 捡垃圾什么的 把车票凑起来了 那时候很便宜的几十万年 有战争 搬价 然后她又教我舅舅 帮我从火车站拽回来 你想偷跑什么 对 我就想走 因为那个专业也是表演戏的 我也挺喜欢的 然后她就 又把我弄回来了 弄回来第二次 第二年的时候 又跑了一个附近的学校 泰山学院 其实我不想去上 我离家太近了 我也不怎么喜欢 她说这个好 非乐业分配 包括分配 我们那是全国最后一年 96年 毕业的 全国统一分配 也分配 离家很近 我们走的时候 签了合同了 在家里找一个固定的工作 多好呀 然后她就 不管钱多少 未见 她都要去上 她借钱也要让你去上 这一个 这都是她 她认为这个东西好就好 你认为好就不行 阿姨是这样的吗 我这么是吧 她上大学 想去上自己喜欢的专业 您不让她上 她嫌远 我那个意思 我就是 我救的一个儿子 是吧 这个当老的心 没有坏心 是吧 大家比较业以后 感冒不好 我还没捡过你的钱 你都感冒了 你自己 自己在我们享受 你自己享受了 你爸爸 你妈妈享受吗 和你辛辛苦苦 喇叭你这么大 你自己在我享受 喇叭你生气 我不管你们了吗 你管我什么 这现在我还管着你呢 可是 阿姨我打断您一下 我没有听得特别明白 因为我觉得您说的话 前后有点矛盾 她想去学表演 你没让她去 对吧 最后她去上了一个 您替她挑选的学校 她完全是按照您的这个 为她选的路走的呀 那她现在没有挣着钱 你怎么又来怪她呢 这个 那个是我的 不错 我那一次 我认错了 我在干 我也认错了 愿我行吧